台南人这么早11点就煮饭了 那个麻油箱这么重 我说在煮什么 原来是哦 我现在才知道 这么多好料在这里 在新加坡跟台南那个习俗差不多一样 我们都是用麻油来做料理的 我是广东人 我主居广东人 所以老奶奶很早的时候就做黑芝麻糊 我们广东人叫鸡马糊 黑芝麻糊 奶奶说为什么要吃黑芝麻糊呢 是没有白头发 所以我们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吃一次 然后新加坡最有名的就是 新加坡海南鸡饭 里面最重要的那个一个成分就是麻油 所以用麻油也很多 可是今天第一次听到有黑麻油 哇 等一下要去拿几瓶回去 做料理 然后刚刚听 讲说做月子的时候 在新加坡我叫 猪脚老姜 然后加麻油 我现在才知道是黑麻油 所以又学到很多东西了 所以现在这个希望湖麻 台南的湖麻能够促销到新加坡去 好 我们会积极的给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